百万年薪的老师傅 打死都不会告诉你的小技巧 一 吃饭叉子先别扔 可以快速缠铁丝 二 地毯需要精确斜斜铺设 可以找个圆形胶带圈做标记 两点一线 天衣无缝 三 通丝的挂钩圈 套上一节塑料管 就成了一个膨胀栓 方便应急 奇妙的想法 四 想要把这颗螺丝拧到石头里面 你用锤子砸 肯定砸不进去 这是出口日本的吉伦螺丝刀 向右旋转 松螺丝不需要导手 向左旋转 上螺丝不需要导手 CRV合金刚的劈头 一头一字一头十字 螺丝拧坏它不会坏 长短可以自由调节 用它来拧螺丝呀 快速省力 咱们看看效果 把这个螺丝快速地拧到这个木头里 只需要这样来回地晃动手腕就可以 它的工作效率能大大的提升十多倍 咱们在家修汽车 摩托车 橱柜衣柜的螺丝 这都是相当的方便省力 老师傅强烈推荐 五 把卷尺粘上一根铅笔 这样频繁制作一些扇形弧形的造型时 就可以轻松划线 六 狭小的角落需要钉钉子 锤子又伸不进去 老师傅都是找块钢条作为辅助